总统参议文力挺国产疫苗高端 8月23号接种全台第一季 事隔两天 他在民进党线上中常会上表示 工作一切照常 身体没有异状 疫情当前掌握疫苗生产能量 是重要的国家的战略 我们也会谨定后续国产疫苗的进度 也会持续的来催促外购疫苗尽早到夥 国产高端疫苗开打来到第三天 不过陆续传出有民众接种却出现不良反应 还有四人施打后通报死亡 24号通报一起55岁专栏作家 23号抢第一波施打 没想到隔天突然过世 周三25号再通报三起 桃园44岁男子本身有糖尿病史 体重约120多公斤 23号接种 25号在工作中猝死 新北39岁男子 打完高端后隔天猝死 没有慢性病 但有吸毒记录 死亡当天曾被家属莫及 再施打毒品 还有一名基隆40多岁女性 上午接种后 下午就医前出现胸闷 头晕 手脚麻等症状 最后再诊间猝死 后续将进一步 厘清死因 张善纯表示 很多不良反应事件 都是大量接种后才会发现 专家小组会严密监控 医师表示 接种高端常见的副作用 有酸痛 全身无力 注射部位肿胀 发烧等等 大约在7天后症状就会缓解 强调疫苗安全没有问题 民众不需过度紧张 新唐人亚特电视 黄浪简真有如 台湾台北报导